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宜蘭县豆腐甲帆船训练基地新建工程 包括了县长林芝妙 县体育会理事长 帆船委员会主委 初遥镇长以及多位县议员都出席盛会 共同上香祈福以及资产 祈求工程平安顺利 宜蘭县政府跟体育署共同征集了6500万 希望可以跟运动赛事 场观学 我们这个这么漂亮的地方 能够来兴建 希望能成为台湾全省 全国最棒的训练基地 那也非常非常的感谢所有的校长们 还有家长们 对我们的小朋友 在我们的训练基地里面 让他们都能够自己喜欢的 勇敢的竹梦 有梦最美 梦想成真 对于整个宜蘭县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训练基地 那我们可以在这里培育更多的年轻人 来认识海洋 接触海洋 然后敬畏海洋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程 不是水上映动 我们在全国是第七名 还是第八名 单单我们反船 反船 嘉欣尝握 我希望可以一地訓練到我們豆腐蝦這邊 我們能夠創造其他的海上賽事 我覺得非常開心 也定義說是達到我的願望 在建立這個基地的同時 也能夠將這一棟 能夠來加以改善 這是我自己親身 我也有去看他 沒有真的差一個去讓財團拿去 所以我覺得你們很有眼見 才有今天的動土典禮 我真的很感動 這個地方等於是我們宜蘭館 最漂亮最好的地方 而且環傳在宜蘭館 所有的運動項目 緊張提升這個 這麼的共同努力 讓我們今天這個環傳的基地 能夠在此展現 未來相信吳宜蘭能夠為國爭光 也能夠培育更多的優秀人才 豆腐甲環傳訓練基地 獲得體育署同意補助總經費6500萬元 中央款補助5200萬元 現配合款1300萬元 分兩岸工程來進行發包施作 而這項工程的工程經費將近5000萬元 工期為16個月 預計在110年的11月完工 環傳訓練基地 能夠開工動土典禮 希望有好的開始 能夠成功的一半 然後我們對我們的運動賽事 極力的爭取 宜蘭縣政府跟各位一起努力 拼出宜蘭的好健康 好運動 讓大家都能夠體會到 我們的運動 海上的教育 海洋的運動 真的很重要 豆腐甲帆船訓練基地 將建置兩層樓的帆船訓練基地移動 提供選手們基地訓練 行政空間以及景觀工程 可存放各式的帆船109艘 並提供教室、訓練室等等空間 除了滿足選手的訓練需求 更可以提供更好跟優質的 水上運動的培訓場地 作為國內以及國際相關選手進駐的基地 將打造宜蘭豆腐甲 即是全國帆船運動訓練中心的 重要標的 作為國內以及國際相關選手的培訓基地 宜蘭新聞記者14名 採訪報導